一 二 三 四 五 一 二 三 四 四 四 哎 放姥姥那 老姥爱吃 在那儿去 谭总 那俩反正分子提供的情报 非常准确 参加龙卧会与炮子苏区的 二十六名匪党头目 全被击毙 无一漏网 好 按照咱们的计划 让共党苏区宣传委员 李素娇带路 将文笔账的赤匪 一网打尽 报告 团座 人家已经带来了 再进来吧 来来 进来 部长 杜派长 我有个任务要交给你 炮子区苏维埃政府 在龙卧镇召开了秘密会议 刘局长和其他二十六位与会的干部 已经全体牺牲了 内线传出情报 是炮子区内部出了叛徒 就是这个叛徒 向敌人泄露了机密 我让你下山查明真相 把这个叛徒挖出来 就地消灭 是 小董同志 一路辛苦了 没什么 王医生 首长 有什么指示啊 首长命令我 把龙窩香彩案这件事情查清楚 你给我介绍一下 你了解到的情况 现在 炮子区苏维埃政府活着的 只剩下三个人了 去宣传委员李苏娇 农会主席李明奎 还有市委队队长徐柳阳 那天晚上 那天晚上 谁啊 我 大夫 什么事 我大哥病了 请您得去看看 你可以把你大哥 带到诊所里来啊 他腿走不了路 那你用车子把他搭来嘛 大夫 他实在走不了 我求求你了 看得好 你稍等 这个人我认识 他是水族镇农民支援队队长 徐柳阳 从他那急切而又神秘的眼神告诉我 一定是我们的同志 出了问题 哪儿不舒服啊 哪儿不舒服啊 看看吧 看看吧 …… 枪上 给李明奎换药 是你去还是他来 他来的 这三个活着的同志 目前只有李素娇 我没有见过 怎么说叛徒只能在他们三个人之中 送啊 我家也送来呀 送那盐子重隆隆 盐子大汗暖潮涌 送我那天狗 你爱不爱呀 爱 爱不爱 你感受了踩大花呀 踩呀踩大花 踩呀踩大花 踩呀 逢思信 抢思信 跳踩大花呀 我给大家唱一段山歌吧 你什么人啊你 你这演出呢 是啊 小姑娘 你真不懂规矩啊 你让我插你手吧 你 赶紧下去 这不回首吗 好好好快 插你手插你手 欢迎 好 这边来 您先躺着 我去拿药 好 好 好 您先躺着 我去拿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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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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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 你是谁 你是谁 小杜 李主席 小杜 李主席 你 你怎么在这儿 李主席 我在镇子上已经休几天了 看你经常来这儿换药 就撞了一回病人 真有你的 小杜 可把你们派来了 我们上了敌人的当了 刘渠成 赵主席 还有好多咱们的同志 都被敌人伤害 我知道 我就是为这件事来的 我一定要把它查清楚 有叛徒 咱们队伍当中出现了叛徒 是他出卖了我们 那个人他是谁 李苏娇 速局局委宣传委员李苏娇 是他出卖了我们 怎么能断定就是他 那天 刘局长正在跟我们开会 突然有人敲门说他是李苏娇 刘局长就让他的警卫去开门 结果门一开 李苏娇突然就闪到了门外 结果化妆成我们农军制卫队的敌人 一下子冲了进来 给制卫队同志们让让坐 下 大多数同志都牺牲了 只有我和徐刘阳冒似冲了出来 是 吐围的时候 在腿上挨了一架 那徐刘阳呢 后来 我们跑散了 他好多天没回来了 他好多天没回来了 就不知道去哪了 听说去了文笔账 文笔账 我先走了 谈了 谈了 大人呢 还在外面 怎么样 一个人的正言不足为凭 对了 李敏奎说徐六阳可能去了文笔账 文笔账 明文笔账 二半 一个对了 Star 李明逵也死了 现在镇上找不到任何有用的线索 我只能去碰碰这个徐六阳 看看能不能从他这儿查清事情的真相 小杜 就只能送到你这儿了 你顺这条路一直往前走 就可以到奔米厂 好 可要多加小心 你也是 王医生 多保重 保重 我走了 快解开 杜明远同志 我们也是没办法才这么干的 我能理解 应该提高这种警惕性 周向宗同志 谢谢 谢谢 来 坐吧 坐 林桃 到 赶紧给烧壶热水 等等 看能不能做点好吃的 咱们招待一下洪二师来的同志 是 向宗同志 不用这么麻烦 随便吃点就行 这你就别管了 快说说 首长对我们有什么指示 周队长 我先问问你 最近有没有什么新人 刚从山下上来的 新人 没有啊 水竹镇赤卫队队长 徐六阳没来吗 徐六阳 打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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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六阳是叛徒 当然就给打死了 你怎么知道他是叛徒 我老婆说他是叛徒 所以他是叛徒啊 你老婆 你老婆叫什么名字 李素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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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人是谁 速去群飞宣传委员李素娇 是他出卖了我们 他是什么时候上的山 怎么 这有什么问题吗 仲队长 我想知道 他是龙窝乡惨案之后的第二天 是那天上的山 我能见见他吗 当然 你是代表洪二师的 你是我们上级 阿娇 洪二师来了一位同志 他要接你 你把量上 你好 是你找我吗 我就是李素娇 李素娇 李素娇 同志 你是党员吗 是 哪一年入的党 民国十九年 你能保证对党忠诚吗 能 好 那我问你 刘区长是怎么死的 刘区长是怎么死的 参加龙窝乡会议的那二十六名同志 是怎么死的 钟汉明带兵包围了会场 是他们制造了血案 他们怎么知道素娇在龙窝乡开秘密会议 是徐六阳和李明辉告的秘密 他们是叛徒 他们是叛徒 你怎么知道他们是叛徒 那天晚上 就是龙窝乡会议出事的那天晚上 谁 阿舅 快开门 阿舅 你谁 我是徐六阳 阿舅 快开门 快进来 水 给我个水 妈妈说 狗人的民团 把趣味一块给断了 什么 中海边派人夜行落江 苏区的同志们正在开会 结果把人全都误在里头了 边地都是尸体 李苏娇同志 你身为苏维埃的宣传委员 为什么没有去参加那次会议 曲尾没有通知我 为什么没通知你 我也不知道 也许是 因为我消产不久 所以刘区长 没有通知我吧 那刘区长通知你上文笔账了吗 没有 那你为什么去文笔账 哈娇 现在不是哭的时候 中海边马上派人来抓你 你得躲起来 组织都不在了 我往哪里躲 谁说组织不在了 中相苏不是带着苏区的人 在打游记吗 你得找他呀 找他 那也得组织上批准呢 组织都未端了 谁批谁呀 阿娇 现在我们不能被动地 等组织来找我们 我们应该主动地去找组织啊 还有一点我得提醒你 现在苏区的人全部都牺牲了 只剩你一个人了 这件事到哪儿你能说得清楚啊 只有中相苏 她是你的丈夫 只有她才能相信你 偎uri下 不疑 无礼 瞬仁 喂 你 你 你这一路上乱砍什么呢 没 没什么 徐柳阳 曲尾开会的时候 你是怎么逃出来的 我去晚了 我到的时候同志们都牺牲了 那这么说 苏区真的就剩我一个人了 活着的就剩你了 我们快走吧 徐柳阳 我想方便一下 你先走吧 一会儿我赶上你 走远点啊 你去吧 就算你说的是事实 你为什么要杀他 因为他是叛徒 你怎么证明 我发现徐柳阳叛变 我就骗他说 有机队员人员不多了 让他放松警惕 然后我永山哥 把白狗子引进天侠沟之后 徐柳阳按耐不住了 李素娇 实话告诉你 老子现在已经不是什么赤卫队长了 我是保安团的营妇了 怪不得你一路上心神不定的 早就打好算盘了吧 阿苏 请我所知 你还亲手杀了 水竹镇的农会主席李明辉 你怎么会知道 李素娇同志 我需要的是证据 你怎么能证明李明辉就是叛徒 我可以有把握 我不会杀错人的 你怎么证明 我不能告诉你 你 对不起 这件事情 我谁也不能说 我 李素娇同志 鉴于情况复杂 又没有人症物症 仅凭你的一面之词很难令人幸福 所以 我决定对你进行必要的审查 什么 审查 对 我说的都是事实 我没有做错 你没有这个权利降对我 我当然有权利 我必须对那死去的二十六名同志负责任 正是对烈士英灵的负责 我为了掩护部队 我才杀了他们的 你为什么要怀疑我 请你把枪叫出来 等等 老九 你先出去 中队长 请你不要干扰我的工作 你怀疑我老婆是叛徒 她怎么可能是叛徒 结论当然不能现在就下 但是由党内同志的揭发 而且知道龙卧乡惨案底细的两个人 先后死于你老婆之手 这就不得不令人怀疑 我老婆是四二六暴动以后参加的革命 她加入的就是你们洪尔市的夜震强连 她先在连里担任吹使员 后来才被组织上调回炮子区工作 正是由于她工作出色 组织上才任命她为炮子区苏维埃的宣传委员 她怎么可能是叛徒 组队长 其实你也知道 我们和敌人的斗争是多么复杂 多么尖锐多么残酷 敌重有我我重有敌 我们都要对党高度负责任 哥 你别听她的 她说嫂子是叛徒 我看她才是叛徒 照理说应该先把她关起来 你胡说 我问你 你是哪来的 你又是谁 这一切我们都不了解 我有组织的介绍信 介绍信 介绍信 炮子苏区在龙窝召开这么秘密的会议 都被一国端了 你就凭一封介绍信 就能让我们相信你 哥 小心这个人耍阴谋 敌我斗争的确很复杂 金海说得对 要完全相信一个人确实很难 来人 有 把她给我关起来 是 把她带走 是 你们要干什么 对不起杜明远同志 我们需要时间 向组织上证实 你究竟是什么身份 带走 走 你们要干什么 走 中小祖 快走 你这是假公祭司 你无组织无纪律 快走 放开我 你们要干什么 你们放开我 快走 走 你们无组织无纪律 老实点 快走 你们要干什么 快走 放开我 你给我进去 放我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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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么做 都是为了我吗 我们对她太不公平了 她如果真是叛徒 早就带着敌人摸上山了 那这样对你公平吗 如果你是叛徒 我们还能在这山上待吗 那也不能因为我的原因 没有原则 毕竟杜同志 是我们上级 而我是你的丈夫 就算是上级 也不能当着我的面 抓我的老婆 但是我相信 他一定会查清 我是清白的 怎么查 徐六阳和李明辉都已经死了 行了 这事你就别管了 我一定会查个水落石出的 到时候 我会向杜同志复经请罪 有什么事 我一个人扛着 我一天 来 仇淫 你不抽烟啊 你看 咱们对你这个同志 一点都不了解 怎么能相信 你就是上级派来的调查员呢 同样 你对李肃焦同志也不了解 那你凭什么断定 他是叛徒呢 你不用跟我做思想工作 你关我的禁闭 无非就是想拖延时间 老子也没工夫跟你扯担 我告诉你 龙窝相残案 我们牺牲了那么多好同志 我们心里比你更悲痛 二十六条人命 二十六笔血债 你放心 我忠相苏答应你 龙窝相残案 我一定会下山调查清楚 给组织一个满意交代 也要还李肃焦同志 一个清白 在这之前 委屈你了 你这是阅祖带跑 放我出去 放我出去 站住 阿苏 你不能下山 你下了山 这帮兄弟怎么办 你要为大家负责任的 那谁为你负责呀 阿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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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明远同志 为了早日查出真相 让二十六位烈士明目 我愿意接受组织的审查 开门 阿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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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门 你走吧 你走吧 你走啊 阿苏 你这是要干什么 阿苏 我可能又怀上了你的孩子 咱们不能让孩子 有一个不明不白的骂 把我锁上 救 救 哥 现在阿苏一个人在里面 关着受苦 可你却什么都不做 你还是个男人吗 我们现在最主要的 就是下山查清楚真相 你以为我不想去啊 现在中汉民到处找我们 我不能拿同志们的性命冒险 那阿苏怎么办 就这么永远不明不白的 在里面关着 好你个中相苏 行 你不去是吧 你不去我去 相苏 我 前提 我不是 早知如此 不雅不春楼 雅千亭的每个声楼 好丝头 敲呀敲似村楼 山歌一唱满山香楼 时饮时轻 我呀我一分楼 盼歌盼了许多事楼 边树框里 则呀则几日楼 要相恋引造安排楼 算来算去 顶呀顶三十楼 队长 队长 不好了 队长 敌人来了 队长 敌人来了 队长 敌人来了 领导 怎么了 敌人来了 是阿家九月山歌报的事 他怎么来了 不清楚 他说身后有白匪 有多少人 三十个 同志们 准备战斗 好 走 快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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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走 给我上 上 走 走 好 走 走 走 快点 走 快点 走 放 走 走 把你打起来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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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冲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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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降 投降 我们投降嘛 投降啊 军兽投降 把枪放下 讲台上 我们投降 投降 喂 把枪放下 别动 别打了 我 把枪放下 我投降 那徐柳阳呢 没人给他收尸吗 他是叛徒 那后来尸体怎么处理的 后来 中害民代民团进山报复 给捡回去了 我躲在隐蔽处看到了 他还说 当他是共匪头子 割头势众 没打了 人都死了 你再打 我们死去的弟兄也活不过来了 报告 什么事 我们抓到了文笔杖游击队的一个重要人物 重要人物 那些白斐俘虏呢 你去问队长吧 杀 白狗子们 明年的今天 就是你们的忌日 雨薇 砍 慢着 破不得已也不可以原谅 那我们也不能不分青红皂白的乱杀 我今天不是以你妻子的身份 而是以苏维埃政府宣传委员的身份 向你提出建议 红军不杀俘虏 这是纪律 是纪律要紧还是革命胜利要紧 不把白狗子杀光 这革命还怎么胜利呀 那我们可以通过他们宣传我们的政策和主张 血弱反动武装的士气啊 不行 把他们放走了 又拿起枪来打我们 这怎么办 阿蘇 张多田他们 是穷苦人家的孩子 我跟他们谈过了 他们愿意回家 不愿意打仗 你再仔细地想想 他们的出身 跟我们 是一样的 苏娇说和这些俘虏谈过 知道他们也是农民的孩子 当白军也是迫不得已 当时我也很不理解 后来我就决定把他们全放了 是你主张释放的战俘 是我 在什么情况下 怎么放的 是 省着点儿用 争取鱼路上 有口吃的 你们回到家乡以后 要好好种田 不要再跟共产党作对了 共产党闹革命为了什么 为的就是让我们这些穷苦的人 过上好日子 是 多田 你们一直朝前走 就可以到江西 到了江西之后 在朝北 就可以到你们的家乡 河南 好了 走吧 行 着 你 几个人 你 橋下 漳 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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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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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枪杀李明葵 你是否下过命令 没有 那就是说 是李素娇自己做主下山 也不是 你要下山 我要下山 胡闹 我要查清李明葵 如果他真是叛徒 组织的安全就会多受一天的威胁 那那个徐六阳不是已经承认他是叛徒了吗 我们不能光听他的一面之词 我一定要下山 阿娇 阿娇 曲尾发生这么大的事 我是曲尾宣传委员 这件事情我一定要负责任的 可你知道有多危险吗 好 从组织关系上来看 我还不是你的下属呢 好 可你一定得小心点 嗯 我叫上灵堂和你一起去吧 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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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娇姐 那个杜同志 他问过我好多次了 问我跟你下山 问我你枪杀李明葵的事情 我到底知不知道 就是这件事儿 你千万不能说 阿娇姐 你这是何苦呢 啊 我们发过誓言的 绝不能说 嗯 小鱼 小鱼 小鱼啊 那件事情还想和你聊聊 你坐下吧 你到底想问什么 只说吧 你跟李肃教师一起下的山 而且你们的关系非常的密切 那天在镇上啊 你唱山歌 我是看到的 那又怎么样 要不然 你把我跟阿娇姐一起关禁闭吧 小鱼啊 我也不希望你的阿娇姐是叛徒 可是她现在和李明葵各执一次 相互攻击 我也不知道谁说的是真相 小鱼啊 刺杀李明葵那天 你和李肃教一起下的山 你至少是了解一些情况的 是不是 小鱼 你是不是遇到什么为难的事儿了 我向阿娇姐发过誓 我什么也不会说的 小鱼啊 我绝对不会背弃她的 现在只有你知道真相 你为什么不把她说出来 证明她的心白呢 你就知道天天缠在山上问我们 你为什么不下山捉住中害民 你问问她 李明葵到底是不是叛徒 你是不是不敢下山 还是下了山也没有办法 如果你没有这个本事 就算了 小鱼 还真拿我们当神人呢 这主力进脚就是拳头打跳蚤 有劲使不上 小部队出击 那简直就是兔子给老虎喂食啊 让我们十日内剿灭文笔杖的游击队 将五百大洋 这不扯淡吗 这帮废物 让他们过来看看 这里曾是赤匪的老巢 什么进脚计划作战部署 屁 报告 报告 团住 招了 招了 什么招了 那小子 他招了 他奶奶奶 这真是半夜送尿壶 知道我们憋得慌 秦副官 准备好喽 到县党部 领场前去吧 下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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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夫 有痛 大夫 我肚子不舒服 您帮我看看吧 你来得正好 我正准备到文笔杖去找你 有情况吗 文笔杖游击队 正面临着危险 据可靠的消息 钟汉民 已经把卧底 安插到了文笔杖游击队的内部 但钟汉民 非常的狡猾 在他打给县党部的围剿计划当中 他只炫耀了自己的能力 关于奸细的情况 只做为敌 这什么时候的事 刚刚得到了消息 小土啊 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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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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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上 来 义上 义上 他 队长 怎么了 那个杜同志 他回来了 这么快 周内长有情况 是吗 根据内线的情报 文毕章游击队 回来 混入了敌人的奸细 又是奸细 这回是谁啊 中华民这个人太狡猾了 他对这个奸细的情况 守口如瓶 所以现在 我不知道这个奸细的姓名 仲队长 现在情况不明 文毕章游击队面临危险 危险 自从我们闹革命开始 就面临危险 自从我们成立了游击队 就天天和危险打交道 周内长 你知道吗 国民党紫禁县党部 已经对中汉民下达了命令 要求他十日之内 剿灭文毕章游击队 现在这个时候 我们内部又混入了敌人的奸细 是太危险了 生死存亡啊 报告 来 坐下说 来 哥 这次下山真是太危险了 我差点让中汉民的人给抓了 幸好我跑得快 没事就好 来 喝口水 哥 证据 我找到了 真的 我查到了一个人 他说啊 他了解龙游江灿案的所有经过 不过 不过 他说事关重大 必须亲自见到你本人 才肯把真相说出来 哥 你还犹豫什么 这可是救阿嫂的唯一机会了 赶紧下山吧 来 钟队长 钟队长 听说你要带人下山 知 现在下山是十分危险的 我跟你说了 钟汉民在咱们这支队伍里 安排了钉子 眼线 奸细 在奸细没有查清之前 咱们不能轻举妄动 弄不好伤了敌人的挡 那我问你 我们该怎么办 当然是清查奸细 这是当务之急 怎么清查 你不是要将他们 一个一个地过筛子吧 必要的时候 就得这样 你们都是我的老队员 我对他们知根知底 如果他们是奸细的话 我们用不着等到今天 早就完了 那除了这些 你了解的老队员 还有什么新进的新队员 他们的政治情况怎么样 钟队长 堡垒最容易从内部突破 万不可掉以轻心啊 最近加入的 有 就一个人 我老婆 你的意思是 我老婆是敌人的奸细 她帮着敌人 谋害自己的账 笑话 阶级斗争是复杂的 但是再文笔账 简单了 因为你说的这个敌人的奸细 我老婆 她到现在还关在禁闭石里 没有任何跟敌人接触的 机会和条件 队长同志 不管你怎么看待我 我还是要说 李素娇主张释放的那批白狗子 现在全都回到了 钟汉明的队伍里 我不得不怀疑她释放战俘的动机 还有 钟金海这几天一直不在 他干什么去了 我派他执行任务去了 任务 什么任务 是不是在你眼里 我们全家人都是奸细 都要接受你的隔离审查 钟队长 我知道你对我有成见 但是我们搞革命工作 就是这样必须要慎重 一步走错满盘皆数 杜同志 请你不要干扰 一个指挥员的战斗决心 钟队长 请你老实告诉我 为什么钟金海一上山 你就着急要走 我没有必要告诉你 那好 如果没有必要的理由 我不允许你下山 如果我非要下山 那我就向上级请示 暂时解除你的队长职务 你敢 龚队长 你到底为什么要下山 你到底为什么要下山 我要找到冤极我老婆的理由 谁要下山 道墨 你又要下山 mentors 你自己的队长聡疏 你尽 hing 你自己的队长聡疏 你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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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不好了 大队大队 队长中埋伏了 队长中埋伏了 不好了 不好了 队长中埋伏了 快 快 扶住 跟我走 集合 集合 队长中埋伏了 快 快 放我出去 放我出去 你们放我出去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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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rsh quis 准备 小马 嗨 小马 杀 一山 attendant 带 王 趴下 我告訴你 你下屠你這褲子白白犀牲了 咱們現在不能跟敵人一碰硬 撤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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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雲 李素嬌呢 他不是跟你在一塊兒了嗎 壞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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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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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听说了吗 他们端了文笔账的老文 还抓了个女赤匪呢 女赤匪 嗯 说是李素娇 阿叔 哎 太太叫你呢 放着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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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爷 太太 阿叔 来老爷家十年了 这十年来 老爷对你不薄吧 你可不能有二心哪 我跟你说 还是你说吧 阿叔啊 这次你要享福了 老爷呀 把你赏给了他侄子 听说他刚刚立了大功 你这小丫头 这次可真享福了 你还站着干吗 快去换身衣服 换衣裳 干嘛呢 快让开 退 退 赶紧往后退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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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心点 别让情妇感给看见了 嗯 妹子 我 长多天 是你 你 你 你不是回家了吗 怎么又回来当反动派呢 没办法啊 刚抛到赶州 又给抓回来了 你们杀了我的丈夫 本来她可以把你们杀死的 但是她没有这么做 是从喊命时的几 从队长中了脉腐 妹子啊 认识铁 反识港嘛 你要捡持住 喝点儿吧 喝点儿吧 不 我吃不下 嗯 我告诉你 我怀了忠相苏的孩子 我要让她活下来 我要让她活下来 讨好赤匪小娘们 你找死 你 起来 走 走 看看 这就是同情赤匪的下场 看看一个个贼没输眼的样子 刚才为什么报告 说 为什么不报告 不说是吧 叫你们吃 吃 叫你吃 吃 吃 没有 魅党白ately 烣蛆 雅 夜夜都睡 懒似唐咯 本乡当兵秋口凉咯 谁知雪上 有鸭有家霜咯 想全兄弟莫悲伤咯 如今觉悟 有鸭有何方咯 共农士兵联合齐咯 联合齐来 离呀离两大楼 军阀好神消灭光浪 松车 松车 晚啊晚年长龙 还要查 李苏娇同志的定性问题 一直查不清楚 这就好比一颗炸弹 埋在革命的队伍中 随时都有爆炸的可能 部长 我用我的人格和性命担保 李苏娇同志绝对不是叛徒 我要的是证据 我要的是事实 什么是事实 他如果是叛徒 他就不会自己走进审讯室 主动接受组织的审查 他如果是叛徒 他就不会拼死和敌人战斗 这些都是我亲眼所见 还有 他策动钟汉明的队伍滑变 整个资金地区都知道 这就是事实 杜明远同志 部长同志 您知道吗 他现在正怀着八个月大的身孕 为了掩护大部队的撤离 带着九连在前线于 数倍于自己的敌人 做着说死的斗争 我们在这怀疑他猜忌他 我们这样做对吗 杜明远同志 我知道钟相苏同志的牺牲 对你的内心造成了很大的伤害 但是这不能成为 你感情用事的理由 李苏娇同志的定性问题 一天没有结论 龙窝香惨案的二十六位烈士 就一天不能瞑目 我们怎么跟他们的亲人 和战友们交代 那李苏娇呢 谁又给他一个交代呢 查明事实 找出真相 就是对李苏娇最好的交代 早点 糟了 没事吧 来 再缝下去 没事吧 走 大哥 宝宝宝宝 他都快生孩子了 你走你走你走 我们家不方便 大哥 别献烧 你的打恩打德 俺一定会记着的 不不不不 这不是钱的问题啊 我们家不方便 你赶紧去别人 去去去 走走走走 走走 走 走 不信啊 你看摆的都是长绳啊 快进来 快进来吧 还好 谢谢 谢谢你 来 慢 来 慢点 慢点啊 走 来 兄弟 谢谢啊 等过了全这儿 我来接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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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着 你是谁 红君 张夺天 谢谢 你要接他 你给你 对呀 我要接他 你为哪儿 要接他 你跟我来 都这儿 是否 你还要接他 我要接他 让他接他 你呢 你вод辞了 你吵了 我让你jaw了 权辞了 你可见了 快 提起龙沃参案那件事啊 我知道 我是从河南捞夹 被白飞骗来当兵的 到了贺元一吼 就被焚到 总罕命的命团去了 弄我参案哪天弯上 我逢名执行人物 走 去那边啊 快 好 快 同志们 今天这个会很重要 这区民特别 是谁 你这是谁 刘局长 我是水州镇徐乐阳 这么晚啊 你有什么事吗 我带着赤卫队来了 赤卫队 特卫通讯员送来紧急通知 明天一早 民端就要来龙波乡扫荡了 那 李主席呢 李主席在安排农协会员 束散转一 他要我带上吃卫队 前来区长 庭后调遣 好好好 把灯点上 开门 同志们 来来来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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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给区卫队同志们让让坐 上 给你们五秒钟的时间 愿意投降的 把手举起来 不愿意投降的 就地枪决 一 二 三 四 五 多天同志 在文笔账 你被释放了以后 为什么没有回你的家乡 不是不相会假 是刚抛出紫禁险境了 就被总海民的命团 给抓回来了 张若田 你还跑不跑了 不 不跑了 多天同志 阿娇姐藏身的那个村庄 你还记得叫什么吗 我只记得是 鲁峰县的 露丝殿附近 往哪儿走 把我走 到了狗地 就是用死点了 走 站住 站住 走 你沒看到 快車 Zither Harp 我家里很穷 十二岁的时候 就被骂到中海民家当丫鬟 就是那个时候 我遇见了阿娇姐 阿娇姐家里也很穷 也是十二岁的时候 被卖到了黄布村 黄财主家里当童养席 后来她参加闹红去了 整个人像变了一个人似的 可是她没有忘记我们这帮姐妹 只要有机会 她就会偷偷回来看我们 唱山歌给我们听 阿娇 跟我们一起干吧 我知道红军好 红军是为咱穷古人卖命的队伍 可是我 我真是有些怕 这要让中海民知道 我跟你好上了 他非打死我不可 阿娇 你我的这个事情 天知地知 你知我知 就算打死我 我也不会告诉任何人的 相信我阿娇 阿娇姐 我信你 报告 团作 人给您带来了 再进来吧 来来 进来 团作 这次消灭了参加龙窝合 会议的赤匪头目 你们二位可是立了大功啊 我要奖赏你们 多谢团作栽培 让李苏娇带路 去消灭文笔账的游击队这个主意 也是你们二位出的吧 是是 愿为团作叫全马之劳 团作 我原本打算放长线钓大鱼 这赤匪啊 就像地里的韭菜 你搁了一茬 他又涨一茬 没完没了的 所以我就想 先不暴露身份 这样呢 就可以多勾引一些他们的人上钩 也可以帮助团作 多消除点隐患 对不对 可惜 现在这个主意用不上了 好 好了好了 你们呢 到账房去领爽钱吧 多谢团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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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团作 这放长线钓大鱼的主意 不就用上了吗 Norman Moon 阿淑 收拾干净了 别让这没有血腥的血 脏了我的宅子 我想给阿娇姐报个信 可是一直没有机会 那些天 我是度日如年 天天想着阿娇姐 想着她会不会 躲过钟汉明的魔掌 可是 阿娇姐还是回来了 那天我去买菜 因为队伍里出现了叛徒 所有的同志都被敌人杀害了 阿娇 你告诉我 你都知道什么 他同徐六阳都去过钟汉明家 他都做了什么 他俩把你们都出卖了 你 还有罗窝乡的那帮人 那除了徐六阳 李明奎 还有谁 他 快走 李明奎 阿娇姐 阿娇姐为了我 呛杀了李明奎 她是为了我 完全为了我呀 阿娇姐为了保护你 哪怕让自己被扣上叛徒的帽子 也不让我说出你来 她 她甘愿自己受苦 老师笑讲啊 宝贝 我 我 我把她困了 给我 不惯不哭了 阿小姐 阿小姐 你醒了 阿叔 是我 这是哪儿啊 这是我家 你家 阿小姐 快看 这是你的儿子带伴儿的呢 可乖了 阿小姐 昨天那个人 把你送来的时候 我没有告诉我丈夫 我认识你 你丈夫 钟金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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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小姐 你找什么 我的枪呢 我的枪 枪 阿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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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嘛呀 阿小姐 阿小姐 你现在不能出去 阿小姐 你来 你为什么害死你堂哥 为什么 阿小姐 阿小姐 你为什么害死你堂哥 阿小姐 打算等过两天你伤好一点 走一趟文笔账 想尽一切办法 把你哥哥和嫂子劝下山来 只要你哥哥愿意跟我们合作 我保安团大队长的位子 我给他留着 你们兄弟俩一块干 前途无量 这是皆大欢喜的事啊 再说 不过你也不白白受了这么多苦吧 为什么 阿娇姐 求你饶他一条狗命吧 就算是阿叔 我求你了 比开眼前 就这个汗 快跪下 快跪下 不 阿嫂 阿嫂 求你了 求你了 快 阿嬌姐 饶了阿海一命 可是我没想到 阿海这个丧尽天良的家伙 竟然出卖了阿嬌姐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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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淑 你怎么才会来呀 你怎么才会来呀 走夜路不安全 我在镇上睡了一夜 你怎么才会来呀 多让人急死了你 阿嫂呢 到河边洗衣服去了 啊 哎 好 李素娇 在乌玛 他不在 不在 去哪儿了 去 住我呀 他 他 他在河边洗衣服 走 去河边 走 住几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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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淑 住几海 阿淑 你 你 你要看什么 你要看什么 阿淑介绍了你这条狗命 阿淑 你 你听我跟你说 把枪放下 把枪放下 我跟你说 告诉我 为什么要害阿淑介 为什么 阿淑 我这么做全都是为了你呀 中汉明他答应我 只要我把李肃教交出来 他就让我做保安队大队长 到时候 咱们就有钱了 就可以 过上好日子了 我怕是你阿淑 你这样是会遭报应的 你这样是会遭报应的 报应 我连自己的堂哥都出卖了 我还怕什么报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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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经没有回头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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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淑 我是爱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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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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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山看见 藤山树漏 出山看见 树鸭树蝉藤楼 树似藤生蝉刀似楼 藤似树上 四叶蝉藤楼 送郎乌笛当红菌 再送屋里 安小姐 难有难舍 安小姐 盼送屋里自尽长老 十分难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 joking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